ión 5ITY 想要 日落 浪社会新闻 碰军摇 解决问题 刘君耀下午2点 服務所吁 那酒吧新聞團體驗春節不是非要不可 再來非要不可的劉俊佑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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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開春的第一天元旦哈 1月1號 那今天呢 來聊今天 今天 禮拜三新聞三條線 還是有三條線的事情 啊 但是是上班時間 照片老師 111人力銀行的李大華 大華你好 嘿 今天好 各位聽眾加觀眾 大家好 哎呀 聽眾加觀眾 因為網路上面有我們的 這個非要不可的網路電視 真的很好看 真的嗎 現在很多人就搜尋 哎他好像看到你 我說看到我去哪裡 他說 哎你在飛碟電台 我飛碟電台不是用聽的 我怎麼看到 哎我在YouTube上看到 受邀要跟你坐在一起訪問 是是是 所以我們現在來自己 沒有電視台 自己弄一個電視台 真的是 現在很陽春 市場很大 不過今天這個111人力銀行 來 1月1號邀請到111人力銀行 哎 1月1號 真的 這樣6個1了 今年一定發了 一定發 哦是不是 希望沒有 不是發不是我們 我們發了 我們發之外 全部的聽眾都要發一下 一定要 是吧 命運共同體 是 然後這個 只要是公司做得好 然後個人 然後企業 然後整體都很好 對啊 所以我們看說 現在看這個台灣市場 就怎麼樣全部都好 因為台灣市場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 憲法的範圍 台風機碼了 哎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憲法的範圍 你突然間講到線 我都 頭皮都麻起來了 現在真的很多事情要這樣交疊來看 因為大家還認為說 我們現在就是在 台風機碼 不管工作也好啦 公司也好啦 可是事實上 台灣本來就是四周換海 是啊 我們都是以這個出口為導向的國家 是 可是現在很遺憾的一點 有53%的出口的生產地 不在台灣了 對啊 大家都外移 大家都外移 包括連碗都外移 所以都去幫幫島啦 還是怎麼去哪裡 哎呦 去那邊還被綁走了 我跟你講 不過今天元旦呢 我想 大家心情都很輕鬆愉快 早上有沒有去生其樣 早上 我 我心與國際同在 哦 那我跟你一樣 我以前生了很多次 生了嗎 你生了幾次 現在幾個男的 幾個女的 我也不曉得你的心像是這個 你生了 生了好多次 我之前 我當天在國務部示範樂隊 所以我那時候輪嘛 我們跟這個 你去那邊 對每天 然後元旦必到 啊 一定要去 只有你們去嗎 還是很多 就是你們是被指定的嘛 對 指定就是說一定 國防部示範樂隊 一定要到 然後平常的話 每天也有升旗 那升旗的時候 隊伍就比較小一點啦 大概差不多10個人左右 那示範 那國慶 不是不是元旦的話呢 元旦 元旦就是 就大家都去全部 多少人 大概九九八十一 八十一個人 國慶的規格是八十一個人 對 八十一個人 那吹的樂器有不一樣嗎 還是說只是乘以多少而已 沒有 就是 基本上 在一排是同一個樂器 基本上 所以有九排嘛 對 每一個排面有九個人 哦 那前面 你看有這個伸素號 一定站第一排 因為他站第二排以後的話 前面那個人 腦袋就會被撞到 哦 伸素號八 第一排 然後第二排 我站第二排是 saxophone 哦 那saxophone裡面 雖然是 一種樂器 但他有分這個 alto bass tenor 哦 不一樣saxophone 哦 所以就整排 整排 對 就是 那如果 你們平常 升起的時候呢 就吹簡單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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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多 好像說 分那麼多 啊 這方面 對 如果 國慶元旦 國慶元旦就是 聖拉舉辦 哦 哦 所以你去 哦 那你 你升級典禮 那去 去那邊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感覺嗎 有耶 其實 你那時候 當你那時候 的時候 中統是誰 那時候 中統是 蔣經國 講了多久了以前 哎呦 對 我那時候是蔣中正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 你在 對不對 小學又當兵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是蔣經國 對 那時候 最後兩年的時候 對 哦 七十幾年嘛 七十七五七六 那所以你現在 那你今年元旦 那你沒有去升級 沒有關係 這原諒你啦 那你有什麼 過年的新希望沒有 過年啊 其實我跟上班 新年新希望 新希望一定是說 第一希望就是希望說 受藥的節目越做越好 噁心 這一定是騙人的 不噁心之論 因為啊 為什麼 因為今年1月1號 第一天 我第一個節目 就是上你的節目 那是應該的啊 對啊 所以說 老朋友 老朋友嘛 對 那第一個節目 越做越好 因為你這個 節目我剛剛講說 電視台嘛 是 你這五月佛界 世界衛星電視 對不對 所以 大家上班啊 我就希望說 因為我做這個 在這產業裡面看到 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 上班的族群 不同的產業 其實啊 有時候面臨 好像說上班 辦公室裡面的情況 大同小異啦 他希望就是說 大家有心很重要 對 那只要有心 然後有付諸合作的感覺 然後老闆會看到 欸 員工努力 他會真的有付諸行動 然後這個 員工也覺得說 欸 感受到說上層的一些規劃 他主動會去配合 所以如果說每年要選一個字 我覺得今年我給今年這個字叫做動 動 動的動 哎呦 嗯 哇 那那個動新聞應該找你來 哈哈 就動起來 動起來 新聞也動起來 企業產業動起來 荷包呢 也動起來 哇 太好了 對 什麼都不怕 就怕不動 就怕一灘死水這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很多做生意的 他會覺得說 我賣很低價 沒什麼利潤 但是呢 我可以有很多客流量進來 薄利多銷 然後我開很多分店 很多很多連鎖店也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只要動起來 你就有商機 哦 不動 你就鎖到一個死貴的價錢 或怎麼樣 雖然你服務都很好 但是 但是你沒有就中間穿插一些其他的品項 各行各業哦 不管是零售百貨餐飲 對 都應該動起來 對都應該動起來 哦 對 動起來的話就活絡了 哦 對 那 所以我這個願望就是 希望今年哦 大家整個市場都活絡起來 動起來 哎呦 你這個 這個 這個願望還蠻 蠻 蠻那個 普世的 蠻宏寬 好像 國泰民安風調雨炫 是不是 是不是 聽起來好像這 對自己有什麼起 期望沒有 要怎麼期許 期許當然就是說 能夠在這個 不管是面對任何的事情 工作 對 都能夠 有所成長 什麼工作叫做有所成長 有所成長 這個 這個成長是蠻好的 哦 因為呢 哎 活到了 學到了 是不是 不要覺得自己好像已經 已經 已經在這個社會上已經有一點 這個 好像功成名就了 然後呢 就 就不動起來了 是不是 那你沒有問我啊 那你今天是 願望 我跟你講 我第一個願望 希望呢 111人力銀行 哈哈哈 業績 真誠日上 怎麼可能 不不不不 一定是真誠日上 但是我心裡面一定這樣想啊 你心裡有可能 絕對不是這樣想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是我一心之論 你會看得出來 這個在 這個媒體界啊 什麼產業界啊 或什麼人與人之間 有受害多麼的虛偽啊 明明就是心裡面這樣想 嘴巴就要這樣講 真的是 太痛苦了 好不好 不要再跟李大華瞎扯 蛤 蛤 你還說什麼 沒有我就是雖然你這樣講 但我看起來 你沒什麼痛苦的感覺 哈哈哈 你已經習慣到一種地步了 是是是 因為我們這個 屬於 老朋友嘛 老朋友見面 新春 見面的時候呢 當然來 聊一聊這個 這個 題外話 那今天呢聊什麼呢 今天 其實元旦開始呢 我想 一直到農曆過年前 有一個事情是最重要的 嗯 什麼事 尾牙 嘿呀你看 李大華 果然是人力銀行的 總監 真的尾牙 是 你們今天有尾牙吧 有 人力銀行有賺錢喔 有啊 真的 大家失業你們還要賺錢喔 因為這個 大家失業齁 其實 表示你們事情多了 對我們就是要幫大家找工作 幫失業的朋友找工作 是 所以你們今天有成長嗎 去年 去年 去年有 有成長 所以在我們公司喔 一一有四個一嘛 那有很多不同的邏輯思考 其中有一個就是 第一個 公司一定要賺錢 你們公司一定要賺錢 對 就所有公司一定要賺錢 尤其一一嘛 因為也是一個公司 所以你要以身作則 公司一定要賺錢 如果沒有賺錢 就沒有平台啦 對 如果沒有賺錢 表示說你就方法不對啦 或說你工序不協調啊 對不對 一定要賺錢 公司賺錢的話 員工一定要加薪 而不能只有公司賺錢而已 那你們今天會加薪喔 渴望啦 你去年有賺錢的話 那今年就要加薪 有啊有啊 而且 但加薪就是說 就是說 這是一個企業目標 一定要做到的 對 因為員工有員工的前途 公司有工作前途 然後兩個綁在一起 那就會 對 然後就 再來就是 客戶 一定要 一定要給客戶有感受 有感受 有感受到說 有熱誠 對有熱誠 讓客戶覺得很滿意 這樣子 客戶一定要 對 你現在講你們四個一的含義喔 對 就四個一啦 一一一嘛 一一喔 你們四個一有 有不同的邏輯 那這是一種邏輯 對 公司要賺錢 賺錢的員工一定要加薪 對對對 然後這個 客戶一定要滿意 不滿意的話 前面兩個就沒有了 對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員工一定要成長 今天我們這集是 一億人力養的自入嗎 哈哈哈哈 沒有假 那今天的自入嗎 對 一月一號嘛 好 我就讓你自入一下 然後呢 講尾牙嗎 對 所以說你們今年 就是因為 因為做得不錯 去年不錯 所以今年一定要尾牙 尾牙辦哪裡 那今年 欸今年我們辦的尾牙 我要去這個想一下 真的嗎 對對對 對 因為我今年第一年到公司來嘛 所以還不曉得 那個 尾牙其實齁 以前我們 我待過 中國時報 三立 三立 TVBS 你知道嗎 欸 其實最期待的就是 老闆 拿多少錢 獎金出來 對對對 你 中廣啊 一堆的 東森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都在看老闆拿多少的錢出來撒 對不對 那 激勵員工 好 今年我看你們做了一個 哈 這個 這個 調查 企業賺不賺錢 尾牙 尾牙照樣辦 你們對於尾牙做了一個調查 沒錯 欸 我覺得這個裡面調查 蠻有意思的齁 因為什麼呢 因為呢 現在到底有多少的上班族會有尾牙 然後呢 尾牙裡面呢 可以有多少的 大家 大家期待的是什麼 什麼獎品啊 什麼 因為你們做了一個比較 這個 這個調查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有沒有尾牙 其實我們大家 大家 怎麼講 因為只能期待 但是又怕受傷害 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就對不對 你們公司沒有尾牙 沒有 人家一比說 哎呀我們尾牙吃多好 獎金 哎呦哇塞 十幾萬啊 什麼什麼 抽獎抽什麼 你知道嗎 人家在講那個時候 你心裡面在滴血啊 對真的其實尾牙齁 就員工公司 其實立場 雖然是有些相對的地方 但是一致的就是說 他 公司在找好的員工 好人才 員工同時也要看說 我要找好的公司 當然 那今天如果說 今天我公司 我要辦得很深大 好 那就覺得說 我們公司有賺錢 我工作比較穩當 宣誓效果 對 不見得就是說 我今天一定會抽到那個大獎 對 然後看尾牙這個場面 我覺得說 哇這公司發展這麼好 不錯 那我這邊待下來的話 那我可以有我的計畫 對不對 那表示說我在這邊 我可以移住下去 我可以做個一年計畫 兩年計畫 三年計畫 然後我的計畫不只我啊 還有我的家庭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薪水 有沒有家庭的空間 我的預算 我的房貸 我是不是可以買個車子 還有小孩要念什麼學校 對不對 我帶我老婆 或是跟我先生 我明年要去哪裡玩 都可以因為公司的規模 或公司的前景 來做個人的人生的規劃 從尾牙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看出來 真的假的 企業會不會打中臉充胖子 但是企業 現在其實大家也蠻現實的啊 對不對 如果真的沒有錢 你要撒一次以後 隔年公司縮邊 那沒意思嗎 我跟你講幾年前 幾年前我的朋友就是這樣 打中臉充胖子 因為什麼 那是最後一餐 最後一餐 那無可厚非啦 那大家心裡也明白啦 是 最後一餐 大家吃好一點 不是說最後一餐 人生最後一餐 我們以前跑社會 吃乳蛋啊 吃雞腿啊 一杯高粱酒 是 是最後一餐 他說 我今天去吃最後一餐 尾牙不是 我公司辦在哪 我記得辦在一個五星級飯店 我說 哇你們公司吃那麼好 那 因為是最後一餐 所以 所以去吃好一點 不過這個是 這個是特例啦 特例 所以說一個尾牙的規模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公司 好不好 平安心講 像你剛講的這個例子 那老闆算是有良心的 不然最後一餐的話 他根本就 早早結束 沒有什麼感覺了嘛 對 員工就算看到你那麼大的場面 他也沒有未來啊 然後他乾脆不辦算了 沒有 發一包那個阿婆鐵蛋 回去吃自己 所以真的有良心 那話講回來 就是說 我們看到公司在五星級飯店 都辦場面盛大了 其實員工心裡會覺得說 欸 起碼這個 我做努力 正言 有收穫 老闆有感恩 有感恩 他不會感謝每一個人 因為資源可能不夠 所以每一個得到最大的獎 但是他起碼說 欸 那我就獎項拿出來 大家騰運氣 對不對 我有這個誠意 我有這個誠意 然後這樣的話 員工覺得說 有相信力 然後在這個場合裡面啊 那其實同事主管之間 都是開開心心嘛 歡樂做在一起嘛 對不對 那也就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可是 欸 今年來 來講 我看你們的調查的數據啊 嗯 百分之六十三 的上班族有尾牙 對 有尾牙 就是說 確定已經有的 所以那表示有百分之三十七呢 是失望的 失望嗎 還沒有宣布 誰不想要有尾牙 沒有錯 對不對 那表示有三十七是不辦的喔 就是說 有些還在 還在猶豫中 但是真正確定的啊 差不多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左右 那確定啊 今年沒有了 已經宣布了 今年沒有尾牙 那是哪一種產業 這產業齁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齁 產業別啊 對 97.3是中小企業 對 那產業別來看的話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比較屬於下端的 喔 他就要不是說整個產業都不好 喔 升學班也有成績不好的 對對對 放流班也有第一名 對對對 是這樣子 所以說每個產業都要優好有賣 那鯊魚真的太貼切了 是 就是這樣子 他可能說 他的產業實在很紅的產業 喔 但是他今年不好 比方說我們舉個例子啊 像是那個電子業齁 電子業齁 電子業我們看今年很好的 像台積電 台積電 對 他們的一季啊 他們就虧了大概差不多四分之一個資本額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的方向 方向可能就沒有辦法那個 符合現在手機的需求 他做的是平板跟那個PC嘛 這方面的規劃 做得也非常好 可是這麼大的公司他們會不辦嗎 他們會辦 一定要辦 大到不能不辦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舉個例子 就是說同樣一個產業齁 都會幾家歡樂幾家仇啦 所以幾家仇的那幾家不同的產業啊 他們就宣布說今天不辦 真的啊 那可能有一些 有些公司要繼續經營的話 那可能就發些福利金啊 或怎麼樣啊 這樣子 那底下要帶同事的主管啊 那公司不辦 那我不能不辦啊 到時候大家不幫我怎麼辦 對不對 自己辦 自己辦啊 自己扣腰包自己辦 可以喔 可以可以 也有這樣子的 那這樣的話 這樣怎麼好呢 那公司之間 部門之間就會比較啊 你看 李大華 他們那一個部門就辦 那劉俊耀那個部門就不辦 那劉俊耀就訓多了嘛 以後下個 下個年度 我看能不能申請到李大華的部門去 跳 跳部門 有些也是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對不對 那終於還有很多的美工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繼續聽李大華來聊 好 好 九八新聞台 六六軍要受邀邀邀 一一人力銀行的李大華 在我們現場 大華你好 欸 新聞三條線呢 上班時間呢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用上班啊 對 但是 很多 服務業的 一定上班 對 大家放假他們就最忙了 是不是 我們以前也算服務業嘛 市市郵業嘛 我跟你講 跑新聞的時候呢 一放假 我知道我們 最好不要有新聞 有新聞都是不好的 手機不想接也不能關 對對對 有新聞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 我們的 我們的 產業別 你也知道嘛 我們跑的是社會嘛 如果 有新聞就一定是不好的 好不好 我講個例子啊 那個 叫 人家放假好 我們播新聞 我最常播到的一句話 都是大家最痛苦的 記得最痛苦的 就是 平安夜裡面播新聞 二手 對 第一句話就是社會新聞 平安夜不平安 對 常常會這樣子 就 欸大家都是啊 但是總是會有一些社會新聞出現 是啊 所以看那個導演 哇 也許八條 十條都是這個老頭 那你知道嗎 我都會怎麼樣 我都會為了呢 祈求 國泰民安 我都用實際行動耶 真的 我都早就寫好了一些專題 報導 都三五千字的喔 大的專題報導 我就放著 只要呢 休假日的時候呢 我就 我就給 編輯台了 我希望是什麼 今天都不要有意外新聞 不要有社會新聞 對啦 那你們就用我的專題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 讓你就覺得說 希望不要發生大事情 這是題外話 我們自己的幸運想法 不過呢 今天呢 剛剛已經談了 尾牙 尾牙其實今天我們做的這一集 最主要是要做給老闆聽的 中小企業老闆 不管你是哪一個各行各業的老闆 今天是要做給你們聽的 對 聽什麼呢 你要了解一下 其實呢 你的員工呢 他最喜歡什麼樣的尾牙的形式 嗯 還有呢 他們呢最討厭尾牙上面出現什麼事 還有呢 他們最想 抽到哪些獎項 所以你全就花在刀口上嘛 對 如果人家喜歡是什麼樣的獎項呢 你就去買那個 人家就去按這老闆真貼心 沒錯 那如果呢 明明就是喜歡的你都不買 然後去買那個什麼 人家根本 比方說 過氣的手機 嗯 還有 或者是那種 什麼 那就沒誠意 這是什麼 我先請教大華 好 今年上班族最喜歡的尾牙的形式 我們先講形式是什麼 好 讓老闆來做一個參考 OK好 那形式上面 辦尾牙 尾牙就是吃飯嘛 吃飯啊 所以呢 餐會一定要有 因為有些尾牙 他吃的很簡單 尾牙怎麼會 一定有餐會 一定有餐會 對 雖然一定有餐會 但是呢 我們知道說有些尾牙 他辦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就是吃飯為輔 我們主要是 講講話 然後抽抽想發禮物 大家就可以回去了 尾牙照 我們想像就是 辦桌啦 或者說在飯店裡面 這樣 那有時候 因為景氣不是很好 我們會列出很多品項來 當然選擇最多 當然是餐會啦 百分之三十九 百分之三十九 辦四成 四成要有餐會 來 那我們想說 那有哪些不是餐會的呢 有一次的很簡單 但是他有什麼 有演唱會 啊我知道了 我也參加過 他就發一個餐盒而已 發一個簡單的餐盒 然後呢 他辦一個演唱會 因為什麼 因為你坐在那邊 或是音樂會 那你怎麼可能說 有一大桌一大桌的 你又不是 不是唱那個 或者是那種 辦那個 那個 跳脫衣舞的 所以人家就想說 剛才我們講說餐會 不是餐會嗎 也可以表演啊 但是我們想一想 如果說我們是一般公司同人表演 那就算了 因為我們是坐圓桌嘛 那就有幾乎一半的人是背對的舞台 看不到 他會覺得說 你今天請那麼好的卡司來 我看不到 所以他們就像俊耀講的 一個演唱會 坐在底下 然後就拿著餐盒吃 餐盒吃 看表演 看表演 那是佔多少 佔21.5% 這第二名啦 好 那第三個 就是說 用辦啦 直接折現就好 發紅包 發一個阿婆鐵蛋一包 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 好 直接折現 所以呢 老闆自己去聽 如果說辦餐會的人 佔事成 表示他們喜歡吃 吃得好一點 表演 好不好 倒是其次 因為大家會去看表演 跨年就有表演 什麼 跨年的表演還多的咧 是不是 那你們的辦的 那個場面 會比政府辦的大嗎 除非是那種 大戲 對啊 否則如果那種小咖 幹嘛 你幹嘛找 你乾脆把那個全省下來 給他們多吃好一點 對 他有一種公司型態是說 他也許物流業啦 他北中南都有 對不對 有快遞啦 貨運啦這樣子 幹嘛開一個 開一個貨櫃車全省巡迴 所以就比較不可能 所以他們就說 折現就好了 我唱會也不要 我懂了 跟他散在全台灣各地 對散在台灣 然後上班時間也不能 因為尾牙關係就停頓了嘛 直接折現 對直接折現 所以他在第三名 我給他一箱 外加紅包啊 那一定要 好 那所以在這餐會 老闆聽好了 你們就 自己去做考量 那 最 最重要是 那一定要抽獎啊 抽獎 那抽獎他們最想要哪些獎 抽獎 當然我們就做過很多的普查 列出20項獎品給大家選 選 第一名 大概二話不講 什麼東西 現金 現金 占多少 占88% 那麼高啊 幾乎大家都要現金嘛 對啊 因為有人講說 我很年輕 我給他車我也沒駕照 我還要付稅金那麼貴 對對對 第一特獎 你給我現金就好了 現金為王 我還碰過那種抽到車的 當場就在賣 就賣給同事啊 真的 真的 他就說 有沒有誰要買 就把這車就 看這多少就賣給他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現金嘛 對現金 現金啊 或者是 理券 提倭券都可以 對啊 那給我還可以轉送耶 對不對 這個吳淑貞最厲害的 收狗理券 他就專門辦尾牙的 他如果去尾牙說 全部一捐 哇 兩百萬 理券這樣 因為理券 他說我家太多了 佔地方 真的 真的 是不是 啊再來呢 再來啊 這個第二名 第二名我們看到 他就是以這個 汽車機車 哎呦 汽車機車 交通工具 因為這也是 還要沒有公車啊 還有什麼 悠遊卡 也可以啊 我送悠遊卡 不行嗎 悠遊卡 那他看裡面儲值多少 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 有一年我還看到一個老闆 送人家 五十塊錢的那個 叫什麼 大樂透 他說 哎我每一個呢 送大家呢 幾億這樣子 怎麼可能 因為你可能會抽到幾億啊 萬一你中獎的話 那個 那個就 人家覺得說 哎呀你這有點小氣 十塊錢就買一張 那所以 所以送汽車機車可以啦 不要送人家悠遊卡 悠遊卡 你們儲值你能儲多少 儲一百塊 人家覺得說 真小氣對不對 有些信用卡都可以儲值了 都不需要送了 汽機車 這也是 再來呢 再來呢 是跟家庭有關係的 家庭有關係 家庭有關係 因為老闆要照顧一個員工 就想說 我讓你全家都感受到 我們的溫暖跟誠意 小老婆 或小狼狗 一位 不行 不行 那是什麼 最少 五十吋以上的電視 五十吋以上 哎呀 不過現在很便宜啦 現在很便宜 現在那個 紅海不是弄了一個六十吋的嗎 對六十吋 那什麼才幾萬塊錢而已啊 對 五十吋以上的大電視 五吋以上大電視 真的假的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不符實際 哦 因為很多上班族 家裡或他住的地方很小 所以五十吋你要怎麼看 對不對 你要怎麼看 你是 你捧在手上看啊 這是不是不可能嗎 不過尾牙嘛 你就是說 大家就是好啊 做氣勢的這樣子 五十吋他給你好 你要發你 隨便 OK 那所以整理一下 所以獎項 這五十吋電視 所以老闆知道了齁 你其實最好就是獎金啦 獎金最多最好 只是說因為有些公司 因為他們有業務部嘛 業務部會跟人家做交換 所以業務部會去交換一些商品來 相信購物台哇 抽不完 對啊 但是呢因為商品呢 人家廠商 你就叫他廠商來 偶然一下 偶然就是來贊助一下 廠商說我錢沒有 現金沒有 我送你我的貨 因為貨賣不掉 賣不掉我送你 你們拿去抽獎好了 價值很高 成本低嘛 是不是 那所以說 這個當然大家就多多益善 但是呢 老闆要有良心的話 不不不 要有誠意的話呢 拿出點現金來 現金呢 大包小包 一回事 但是呢 大家都很開心 有感啊 是不是 特別是主管抽到現金的話 欸 加碼 加碼又捐出去 這也是我不參加尾牙的原因 不不不不 怎麼把這個多年的秘密講出來呢 因為你當來賓也跑不掉 哈哈哈哈 對 真的 當來賓也跑不掉 還有很多問題 這跟家庭有關係的 就是什麼 食安啊 這個油啊 這個麵粉啊 所以現在有幾個 也是很夯的 氣炸鍋 哎呀 氣炸了 臭到就氣炸了 還有那個 非常細的 全食物調理機 果汁機 哎呦 這種小家店 對 這也算差不多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像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大家希望能夠 大家自己做東西吃的 盡量不要外食 就是老闆設計家庭的概念 大家真的很喜歡 所以說 我覺得提供給這個老闆 你們在做獎品的時候 多多去參考 這一次呢 一一的另一行 做了這個調查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呢 蠻沒募集啦 對不對 因為你的熱誠 你的誠意 結果人家覺得說 哎呀這個 看起來真的好小氣喔 什麼 什麼 好像有很多獎品 但是你剛講過時的 手機啊 翻譯機啊 那現在誰用啊 對啊 打中人家的需求 我覺得最重要 好 然後呢 最後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呢 在尾牙的時候呢 你的員工最討厭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你就不要再去做 比方說 比方說 第一個 來 你說 佔百分之二十六以上的 叫做 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吃飯了 首先我們請董事長支持 哦 然後就 又來了 然後呢 然後就開始 去年第一季第二季 第二季 講很多 講大家說 要不要吃飯了 就是最反對的這個 最反對是什麼 所以長官支持太久 太久 哎呦 就不要講 而且有時候來賓也講話很久 然後來來賓講完之後呢 要不然請來賓的爸爸來講一下 這是煩死了 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就像這樣 我們再繼續講下去 人家聽說 進一下廣告好不好 廣告多好聽啊 聽你們兩個人在那邊講 好不好 廣告之後繼續聊 好 歡迎980新聞台 5669號 瘦耀耀111人力銀行李大華在現場 大華你好 今天講尾牙齁 尾牙 尾牙因為現在 半尾牙都忘記 那剛剛來跟老闆提醒了一下 怎麼半尾牙 怎麼準備獎品 你的員工會很開心 可是 不要做哪些事情 會讓你的員工呢 很 很賭 賭 賭那個 那個 懶懶的天 拜拜 好不好 剛剛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講話講太久 廢話 對 而且很多老闆把他當訓事大會 或宣誓大會 說 我們明年要怎樣 什麼什麼 然後訓事說 你們今年做得怎樣 罵人 所以他在家人起來 要覺得 是怎樣 幹嘛 幹嘛 我在家聽我爸媽媽 是不是 所以長官不要講話講太久 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說 長官太小氣不捐大獎 長官不捐大獎 老闆都不捐大獎 長官怎麼捐 他這長官的販子包含老闆在內 老闆小氣 長官不捐 因為什麼呢 很多的長官他是看老闆捐多少 老闆 老闆 比方說呢 老闆拿兩萬出來 老闆再拿兩萬出來 你好意思拿五萬 就不好意思 公告正處 對啊 你的部門主管 你捐的錢 比老闆還多 老闆覺得你過難看 拱我出來 我就要拿更多 是不是 難看嘛 所以說 但是大家會覺得 在長官裡都不捐 也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長官可能用不同形式 用不同形式來做表現 如果是你呢 你會怎麼弄 你說假設我老闆 不捐 對不對 老闆不會不捐 老闆但是捐六千 好那你怎麼辦 好那我預估我們這個部門 今年業績已經非常好 所以呢我用信用卡的概念 我現在我捐六個六千 六個六千 但是你拿到獎以後 要保證幫我把業績做回來喔 這樣子 哦六個六千 就單一獎項不要超過六千 而且後面還有帶一句話 這是你自己願意的嘛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中有四個六千呢 是我們老闆要出的 這次老闆要出 我幫老闆一起講的 但是你面子做給他嘛 哎呦 如果你真的很想這樣子做的話 那起碼要拖一半一半這樣子 哎呦 你老闆心裡面會更氣重你嗎 還是會覺得說你 你真的是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 你想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到他的後果 對不對 你已經要做了 既然要做的話 那你要考慮到說 如果老闆他會覺得說 他一下很沒面子的話 那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幫他做個人 哦 所有的員工都很開心 都很開心喔 是不是 是啊 員工就希望你 你不要管老闆 你就盡量捐 你捐六十個六千 我沒管理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 長官不要太小氣 這個 捐大獎 抽到獎 我還看過那種抽到獎 自己真的是拿了就走了 那個長官 哎呀真是 不要臉 不要這樣講 來 還有呢 好 員工不喜歡的 員工不喜歡的 那就是說 這個活動其實 辦得很好 可是呢發覺說 有很多都是公司自己團隊在表演 對 那表演又不太專業 對 離離落落 離離落落 然後他就覺得我們練了那麼久 練了一個月 我們要把它演完 對 演太久 活動太長了 哎 我跟你講真的有這樣子的 還不准走 然後為什麼不准走呢 因為還沒抽獎 對 然後呢媽媽 一群婆婆媽媽 才跳肚皮舞 肚皮舞都不用跳 就已經在跳了 肚皮 肚皮都已經捶到那個 我 不好意思這個不是歧視女性喔 我講的是 很實務的 大家看到 叫這個猛男嘛,去選消防局嘛 消防局不是說猛男秀嗎? 猛男月曆啊,大家尖叫,多好是不是 好啦,先聊,那今天尾牙的好的跟不好的 可以建議給老闆,希望尾牙都吃的開心 明年大家都賺大錢,好不好 今天要感謝李大夥到我們現場,謝謝 感謝,謝謝大家,謝謝金耀